前几天有一位叫海底小鸟的网友发来私信 说他是一名飞行员 正在西安延梁进行新型飞机的改装训练 期间机长教员为了说明违法安全规定的后果 搬出了环球航空841航班的作死案例 那是1979年4月4日 环球航空841班机从纽约飞往明尼阿波利斯 这架波音727到达巡航高度后 首签的机长趁着机械师出去溜弯的空档 离开座位 把机翼凤翼的控制电路开关拔起断电 让本应和金翼同时收放的凤翼无法动作 然后他把金翼放下了两度 飞机就进入省油模式 巡航高度和推力不变时 空速会进一步提高 或者高度和空速不变时可降低推力省油 眼看一切顺利 但不明就里的机械师溜弯回来 顺手把凤翼开关给复位了 让凤翼又恢复了和金翼同时收放的功能 于是凤翼自行打开带来了强烈震动 机长发觉凤翼竟然恢复了工作 又赶紧收回金翼 结果一片凤翼被卡住无法收回 导致飞机又滚 并以每秒165米的下降率俯冲 幸好在装地前 这片凤翼被气流吹掉 飞机终于在大约1500米高度神奇改出 而上面89名乘客离插进土里只剩5-6秒 虽然841航班的机长骚操作 差点导致机会人亡 但是单独放出少许金翼来实现一键省油 是那时波音727飞行员口口相传的秘密 由于波音727的机翼从一根到一间分为五段 分别采用了波音的BAC-424-428层流异形 该异形上表面比较平坦 压力最低点靠近后圆 气流从前圆向后运动时 能保持长距离顺压加速 从而维持了低阻力层流 之后的逆压减速段距离较短 使气流因减速而分离的范围受到限制 因此这种异形能通过长距离层流来降低分离阻力 但波音727以0.9马赫巡航时 机上表面的气流会加速到超音速 于是在负面层分离炮的扰动下 形成和气流垂直的正激波 如果把气流中马赫数等于1的点连起来 那么这条音速线内的气流都是超音速的 但穿过正激波就变成了亚音速 所以波后气流动能损失很大 在逆压下更容易转裂 形成更大范围的湍流使分离阻力增大 可是飞行员们发现 只需单独将后缘金翼放下几度 就能通过金翼附加的弯度 产生向下旋转的涡流 漩涡中心的低压区会覆盖金翼 使离开激波的气流承受的逆压减弱 于是气流分离被推迟 分离区域缩小 因此金翼的漩涡起到了卸载作用 金翼因减阻而实现了一键省油 波音公司在研制757和767客机时 也许是考虑到了飞行员的这项发明 其采用的TR51系列异形 看起来和BAC层流异形相似 但上表面更加平坦 并且后段有明显内凹 目的是让气流以更缓和的加速 来维持更长距离的层流 因此只有在更高的压音速下 才能让上表面的气流达到音速 所以该异形具有较高的临界马赫数 同时异形后段的正激波更加微弱 也更加靠后 使激波阻力和分离阻力都受到抑制 因此该异形还具有较高的阻力发散马赫数 所以TR51系列是通过控制激波位置及强度 来获得较低跨音速阻力的超临界异形 同时它内凹的后段同样制造了漩涡 提高了机翼的生力系数 用来弥补上表面过于平坦导致的生力不足 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 各种各样的超临界异形 已经被用在跨音速飞机 民航客机和军用运输机上 这让我们现在乘坐飞机时 再也不用担心机长会偷偷放下机翼 进行一键省油的骚操作 进行一键省油的骚操作 泽 tenth过来打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